国道中山高新竹路段最近进行补墙工程 而市甘单位采用看起来像是针筒的裂缝灌注器进行补墙 因为看起来很像是墙壁在打针 民众好奇为观 国道中山高桥下在新竹市千甲路的寒洞墙面 进来进行补墙工程 施工人员利用看起来像针筒的裂缝灌注器 注入环氧树纸来补墙 上百只的灌注器插在墙面上 看起来就像是替墙面打针 形成了十分特殊的画面 民众议论纷纷 这款低压注射工法是从日本引进 已经行之有年越来越普遍 很多乡亲说能生病的要打针 原来墙壁生病的也要打针 这觉得很 觉得是奇观 这种针管填补裂缝的预防性养护 不是结构性的裂缝 民众不必担心 因为混泥土的裂缝可能会有渗水的问题 容易造成路面潮湿 影响用路人安全 也可能造成钢筋锈石 施工人员利用看起来像针筒的裂缝灌注器 注入环氧树纸 就能够填补裂缝 等待裂缝填补满了之后 再将针筒的基座敲掉就完成了 联合报王会音新竹报导